大家好,上一课我们一起了解了这个PDO扩展的安装以及它的一个基本使用 这一课我们一起了解这个PDO扩展对错误的这个处理模式 好,下面我们开始 数据库列阶我们是通过实力化PDO基础类来建立的 对建立列阶来说,我们使用哪个数据库驱动并没有关系 对吧,我们只要指定我们的这个DNS这个参数 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PDO这个类名来构结这个列阶就行了 好,PDO类的这个构造器它接受一个可以指定数据源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DNS参数 还有一个数据库的用户名跟密码,对吧 最后那个参数就是我们是否要构造一个长列阶的方式 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要需要传进去,是吧 上一课我们的例子我们也了解到 我们的数据库列阶就是 newPDO 然后这里是DNS 然后是user,对吧 然后password 然后后面的这个 是否是长列阶的话 就有个可学的参数,是吧 好,这里我就不写了 因为这个长量很长,对吧 如果发生了错误 那整个这个 这里如果连不上的话 那肯定它会抛出异常 它会抛出来一个PDO exception 这样的这个异常对象 如果我们想处理这个错误 我们就应该捕获它,对吧 我们相当于在这个构建这个列阶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trakatch来捕获它 如果我们不捕获的话 我们就在整个的这个脚本 执行的这个环境中 我们设置一个setexcept handle 对我们的异常进行一个总的处理 对吧 我们在这里指定一个 指定一个函数 然后所有异常都交给它来处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如果连不上数据库 那它抛异常 它会告诉我们什么 来我们看代码 看这个例子 首先 这里是一个用户名跟密码 对吧 而第五行 我们这里是一个 列结mysg2数据库的这么一个对象的构建 然后第六行是查询 从数据里面找数据 对吧 好 第七行打印数据 然后第九行释放列结 是吧 来我们把这个改成student 然后你看 整个这个五到九行 我们包括在一个刷开始里面 对吧 而如果它联用上 它可能会抛这个pdoexception 那抛exception的时候 那我们就把这个打印出来了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异常捕获到了 然后我们打印出来 来 我们知道我们的数据库密码为空 本地的 本地的 因为可能设了密码之后 经常会忘记 所以我设置了空 反正这个链接我也绑定了 只有本地可以连接这个数据库的 那说明我这下的这个密码是个错误的 是个错误的密码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连接 那肯定会报错 连不上 对不对 连不上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没有捕获到我们这个exception 来我们执行 大家可以看到 它告诉我们说 这个access单里的 我们的决线去连接这个数据库 对吧 来 那我们 第三行这里 我们把数据库这个密码制空 我们看到能不能答应出来 发现可以答应出来 把我们的数据一条一条都答应出来了 对吧 来 如果我们把这个不存在的表明给换一下 对吧 这个表在我数据库里面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看一下 我test这个数据库里面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表 我们只有一个student表 对吧 好 来 我再执行 看 它报的是一个warning 这个时候 它并没有报exception了 好 那 我们记住刚刚的demo 它没有报exception 它报的是warning 对吧 那我们继续来了解 我们这个PDO 对这个错误的这些 这个处理策略 PDO这个扩展提供了三种不同的这个处理策略 第一种 就是我们这个 Arimal Slimes 叫做 我在这里 我在下面这个简单的打印 打印一下 记录一下 叫做PDO Arrow Mode 然后Slimes 它这是PDO的这个默认的处理方式 也就是我们PDO会在statement和database对上设定简单的错误代码 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PDO error code跟那个error info这样的两个方法来检查这个错误 如果错误是在statement这个对象上那我们就在这个PDO statement这个对象上使用error code 也就是它提供了两个方法 也就是它提供了两个方法 一个是error code 一个是error info 对吧 如果是在statement对象上做错了 那我们就在PDO statement的这个对象上调用这两个方法 如果错误是在database对象上调用时导致的 那我们就在这个database这个对象上调用那两个方法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一种 叫做PDO Error Mode Warning 它是作为上面这种处理方式的这个一个附加 就是PDO会在会发出一个传统的Warning的那个信息 如果我们只想看看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不想中断程序的流程的话 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三种 就是PDO error mode Exception 就刚才我们是不是看得了我们数据库密码不对的时候抛出来这个错误对吧 它其实也是作为第一种的这个策略的这个附加 它会抛出来这个PDO Exception 并且设置它的属性来反映我们这个错误代号和错误信息 这种设置也是非常有用的 它会有效的这个描述这个脚本中错误的这个输错点 对吧 记住啊 如果在一个事物中 如果有异常抛出导致这个脚本中断了 那整个事物它是会回滚的 我们说PDO它使用的这个 错误代号字符串 是基于这个数据库的 特定的数据库 这个它就会有自己本身的这个代号 对吧 因为我们像PDO连MySQL就要装这个PDOMySQL这个驱动 是吧 那它的错误代号 那就肯定是关联在这个MySQL的 它的这个特定的这个数据库驱动的这个错误代号 需要跟那个特定数据库驱动的错误说明字符串 它是一致的 就刚才我们这个实例里面爆出来了这个Warning 对吧 其实也是我们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这个处理策略 好 这一刻 我们就到这里了